想起一段往事 潘若迪跟我們就是有點隨便 因為太熟了 他倒是很怕妥狀狂 對... 每次都這樣 教他哥哥... 明明他就比妥狀狀狂還大 還大喔 有一次他約了好久... 終於約成了 我們要一起吃飯 然後他人都已經到門口了 而且是他要請客的喔 手機一響 簡訊 一聲他都想看 玉琳哥不好意思 我不要走... 我要離開了 那個... 真的... 這個謀生好奇怪喔 重點 哥哥找你幹什麼 小康跟我跟他們的距離 就是就像是每天 一個禮拜要見五天六天那種 小康是十五 你愛慕虛榮 賢瓶愛婦啊 你就是巴結他 誰寫他 我沒有巴結他 修典的靠 對 而且幫他修聖誕燈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湖北人 其他老婆都叫Kiki 你說怎麼兩個走不近 模糊焦點 你約我們 你要請我們吃飯 然後吃到零頭 你說哥哥在找我... 這跟你是哪一人 有什麼關係啦 你叫我媽 你叫我媽